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巨武巴雅鞠 因为沙哑居然是背对着他们 从那漩涡里出来的 不但如此 出现的速度还极为缓慢 仿佛漩涡的另一头 有什么力量在拉扯着他 怎么回事 有人发问 沙哑 你在搞什么东西 要出来就赶紧出来 搂个屁股出来是做什么 他这是想勾引咱们吗 不得不说 这屁股还真挺挺翘的 摸起来一定不错 一群人七嘴八舌 言语粗俗 菲利忽然低喝一声 他碰到麻烦了 便在这一时 沙哑体内摸起一阵 整个身子往外窜出一截 只剩下双臂还留在漩涡之中 仿佛紧紧地抓住了什么东西 要将那个东西从漩涡里拖拽出来 快 快帮忙 沙哑扭头 冲魔王们叫喊道 没人动弹 谁也不知道 沙哑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万一因为帮忙 不小心也中招 得不偿失 你在干什么 暴击比其他魔王更着急 眼下计划进行得极为顺利 只要沙哑出来告诉大家 里面没有任何危险 相信大家也都会进去查探一番的 到时候 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可偏偏在这个结果眼上 沙哑居然又起了幺蛾子 这让他又急又怒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乌牛大人的计划 或者是沙哑的自作主张 盛气 沙哑语出惊人 我抓到盛气了 什么 魔王们各个表情大变 盛气 那是魔圣们才有资格驾驭的宝物 放眼整个魔语也没有多少 无不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 身为魔王 大家或多或少都见过一些盛气 感受过那些宝物上面传递出来的 毁灭力量的波度 对盛气自然都是有些了解的 此刻忽然听沙哑说 抓到盛气了 都有些脑袋发懵 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 不过沙哑的模样又不似作假 确实是抓住了什么 所以在一瞬间的迟疑之后 立刻有几个傍大幺元的魔王冲了上来 站在沙哑身旁 探手朝那漩涡抓去 入手之下 一片虚无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几人扭头 狐疑地望着沙哑 沙哑激道 抓我的手啊 那几个魔王这才醒悟过来 纷纷抓在了沙哑的手臂上 又一出手便都神死一阵 因为他们果然感觉到 前方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与沙哑抗衡 纷纷低吼一声 磨气涌动 沙哑顿时有如神主 身子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一只隐没在漩涡之中的双臂 立刻抽了出来 下一瞬 十几双目光都震惊而又贪婪地 望着沙哑手上握着的一个东西 严格来说 这东西还没有被完全抽出来 只露出了一截而已 这是一柄武器的柄 具体是什么武器 谁也不知道 但这露出来的这一截 却是散发着极为精纯浓郁的魔戚 那是比魔王们的魔戚 更高级的存在 真的是生气 一位魔王低声自语 眼珠子一瞬间就红了 其他魔王们也都表情亢奋 尽管还没有将漩涡里的东西 完全抽出来 只是惊鸿一瞥 但以在场这么多魔王的眼力 却无人怀疑什么 这绝对是一件圣器 一件魔戚才能驾驭的圣器 就在这震惊和一愣神的功夫 从漩涡里忽然传出更强大的力量 那力量之强竟让几个魔王都生出了一种无法抵挡的感觉 纷纷惊呼一声 体内魔气紊乱 而沙亚则更是发出一声惨叫 雪白的双手上鲜血飙飞 身子猛地往后一仰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连带着刚才崩塌的几个魔王也亮枪后退 前方的漩涡再次归于瓶颈 那半截不知真身的圣器 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众魔王却还是死死地盯着那漩涡 仿佛要看见深处 寻找那圣器的踪影 沙亚的抽气声让人回过神 魔王们这才想起朝他望去 想要问问情况 入目看去 只见沙亚的双手一片血肉模糊 手掌上露出了森白的骨头 明显是在刚才与圣器的抗衡中受了些伤势 这样的伤势看起来凄惨 但对于一个魔王来说并不算什么 值得在意的是 萦绕在沙亚伤口处的 那一丝与众不同的魔气 每个魔王都在看 每个魔王的表情都振奋无比 因为他们看出了那一丝魔气 正是圣器流下来的气息 这让大家知道 刚才发生的并非水月净花 沙亚真的从那里面拽出来一见圣器 可惜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没能看清那圣器的真正面目 让人有些遗憾 沙亚那是什么样的圣器 影魔开口询问 向来能够保持冷静的他 此刻生意竟然有些颤抖 可见他心情的激动 沙亚目光中闪烁着灰意的色彩 一柄战锤 战锤 众魔王轻轻地吸了口气 抱其沉声道 你都看到了什么 里面有危险吗 沙亚摇头疼 没有危险 那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界 我看到了圣器 我还看到了 古圣的尸体 魔王们的眼前都是一亮 纷纷扭头朝那漩涡望去 沙亚带来的情报虽然不多 但这已经足够了 而且那昙花一现的圣器 更是给众多魔王们 带来致命的吸引力 抱其深吸一口气 冷声道 大家应该听到了 既然里面没有危险 他话还没有说完 隐魔便忽然发出一阵怪笑声 可让众魔王感到惊异的是 他的声音 居然是从另一侧传来的 再朝那边看去的时候 只见隐魔这家伙 居然一闪身 钻进了漩涡之中 而留在外面的黑影 明显是个障眼法 在他进入漩涡的同时 便崩散开来 马可托 古魔菲利利喝一声 不甘示弱 瞬间追了过去 其他魔王剑子 哪还有心情去听 抱其的废话 再慢一点的话 只怕都赶不上热乎的 当即争先恐后的 朝漩涡涌入 一个个消失不见 抱其站在原地 表情古怪的凝视着 这些往日的同僚们 自投罗网 也没了说话的兴致 等他们都走了个干净之后 这才朝沙哑望了一眼 那到底是什么呀 他不相信那时真的生气 但眼前所见 却又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沙哑宽宽起身 血肉模糊的双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过来 重新变得白皙干净 他轻笑道 是什么 你自己不也看清楚了 抱其皱眉 可是 可是乌牛大人 哪来的圣器呀 这一次入侵来的魔圣们 就那么几位 先前虽然与异族的乌圣们 大战一场 却并没有人死亡 盛气自然也不会遗落出去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沙哑哥哥笑了一声 迈不朝漩涡走进去 没有丝毫阻碍 便进了小旋径 抱其本不愿意跟进去 毕竟这一次 他按杨开的命令 设计坑害了这么多魔王 虽非本意 但实在没脸去面对他们 可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愁愁一阵后 一咬牙走进了漩涡中 小旋舰内 一群魔王已站作一团 仿佛各自都是生死不共的仇敌 打得水深火热 魔器涌动之时 威力莫大的神通逐一绽放 朝朝狠辣带毒 刚刚走进来的抱其被眼前的局面吓了一跳 脑袋不禁有些发懵 本能地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仔细瞧一瞧 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 刚才还聚集在一块的魔王们 真的在打架 而且下手都很重 就在抱其失神间 他的目光被半空中一柄战锤吸引了过去 那战锤的末端 看着很眼熟 正是之前看到的一节 而整个战锤此刻呈现在眼前 更让人确定这是一件圣器 因为这战锤上弥漫出来的精纯魔器 并非作假 战斗之中 圣器战锤不断地溢出 但凡有魔王抢到手 就会遭到其他魔王们的群起而攻之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人保得住 就连隐魔 魔科托 骨魔菲力 这样接近魔圣的存在也不行 旁边传来沙雅的轻笑声 抱起扭头望去 只见乌牛大人与沙雅不知何时 出现在自己身边 沙雅面露讥讽地观望着下方的战斗 乌牛大人神色淡漠 仿佛是在看一群小孩子打架 大人 那生气 抱起实在是有些忍不住 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是真的 杨开回头 抱起震惊 有心问更多 却是不敢再开口了 魔兵战锤自然是真的 这是当年杨开在枫林城外得到的战利品 是那上古独眼巨魔的兵器 被杨开炼化之后交于法身使用 只不过法身一直在融合圣灵石火本源 直到今日也没苏醒 魔兵战锤也一直无用武之地 杨开今日拿了一用 果然是个极好的诱饵 便是魔王们也抵挡不住 这魔兵战锤的诱惑纷纷踏入宫中 大人 你这样现身 没关系吗 沙雅好奇地问道 说来也奇怪 他与抱起两人也就算了 站在这里看好戏 其他魔王纵然心中怀疑 此刻也没心思去考虑 但杨开这样大剌剌的站在此地 其他魔王却像是没有发现一样 根本没对他投来任何一道目光 杨开微笑道 我居然主宰一切 自然有法子让他们看不到我 沙雅嗷了一声表示明白 杨开又道 你该上场了 沙雅道 大人可要仔细保护我 说话间 他大叫一声 生气是我发现的 那是我的 人后郊区一晃 也参与进了战斗之中 一副想要抢夺那魔兵战锤的架势 可他的实力 在众多魔王们只是垫底 纵然表演得极为卖力 却还是无法冲进内圈 一副焦急 而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魔王们的战斗血腥而残暴 为了争抢 那魔兵战锤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没多久便有人受伤 不过伤势并没有让那些魔王们罢手 反而愈发激发了他们的凶性 让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了 魔兵战锤一次次的易主 一轮轮交锋下来 实力相对弱小的几个魔王 已经不敢靠近战场的中心了 只能不断地游走在外围寻找机会 这样一来 沙牙总算是有了几个同伴 不显得那么独特了 这一场魔王混战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时针 最终一声怒吼传出 捣住手 众魔王本能的停手 同时拉开了与其他人的距离 朝声音来源之地望去 那边骨膜菲力浑身骨头都松散了不少 随便移动更是传来咔嚓嚓的声音 一只在眼眶中跳动的鬼火 似乎也微弱了许多 其他魔王也都是如此 本来墙上的气息变得虚弱不少 各个喘息不断 影魔魔磕托 此刻是那魔兵战锤的主人 黑气包裹着战锤远离了所有人 菲力没有看其他魔王而是将目光投向半空 眼眶中的鬼火正对着暴旗 虽然他此刻一言未发 但魔王们却都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纷纷抬眼朝天空桥去 刚才大家虽然都注意到暴旗的异常 但在争夺盛气的紧要关头 谁也没心情去往深处去向 如今一听声 暴旗的冷静和众魔王的失态 对比瞬间变得无比鲜明 暴旗 你该给我们一个解释 菲力声音冰寒刺骨 为何要调剂魔王们的争斗 你想从中得到什么 尽管盛气的出现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但菲力却是本能地察觉到 这是一个陷阱 是暴旗施展出来 让众魔王们争斗的手段 只是他想不通 暴旗为何要这么做 他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其他魔王们微微皱眉 也逐渐地回过神来 尽管都对那盛气还有些眷恋 可还是强制按捺住心中的蠢蠢欲动 将目光投向一直冷眼旁观的暴旗 一副他不给个合理的解释 便要他好看的架势 暴旗忍不住吃笑一声 面色嘲弄 好似拨去了一层伪装 露出了真面目 他眉眼低垂 望着下方的魔王们讥讽道 还以为你们要打到天荒地老 没想到居然还有个聪明人 此言一出 众魔王纷纷变色 如果刚才只是回忆的话 那么暴旗这话说出来之后 他们就已经确定了 这真是一个陷阱 也不知道暴旗在谋划些什么鬼东西 竟以一剑圣器为诱饵 来让他们自相残杀 这个念头闪过 所有魔王心中都是怒火中烧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